王冠卿这日参加游戏节目 还跟五蕴龙做拍档 不过冠卿就埋怨老公挂着打机不理他 我不知道啊 我老公都是一直都喜欢游戏 你有没有问过你的老公 为什么他玩那么多游戏不跟你聊天 为什么 他就喜欢跟一般男生 然后就一起打游戏打东西 你问他为什么不跟你多一点聊天 不打那么多游戏 我们有聊天所以我就骂他 可不可以不要玩那么多游戏 所以他打游戏都不想听你骂他 另外身为前香港小姐的刘沛月 听到港姐之母陈子连病逝的消息 心情都很难过啊 我本来不是在新闻里面看到 我是在我们那一届的建物人 建物人干物人的IG上面看到的 那我看到的时候是蛮震惊的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入行之前的一个前辈嘛 然后我记得就是妈妈跟我说过他 就是说他很专业 因为妈妈很早之前就是已经参加过香港小姐 那所以为什么我妈妈对他就是会那么好的性向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前辈很专业的一个很会教度人的一个前辈 那所以我觉得我跟他相处的时间不多 但是我觉得他在我们的心中都是占有一个很很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在就是比较 就是在以前到现在都是在幕后工作的人员 他们每一次都会见每一年都会见 他们的感受都特别深 那所以我都希望他一路好走 然后就是希望身边的人不要太伤悲 对因为他真的是已经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吃 Inn心 吃 吃 berry 吃 吃 吃 by bwd6